如果你要的未来有我 不管等你多久 我都会一直等下去 你真的会向我走来吗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文章叫做 我们可以回到最初那样吗 姐妹几个聚在一起聊天 最常聊到的话题就是 曾经喜欢过的那些人啊 在我们的印象中 青春真的就是一场大雨 临到感冒了 还是想要再另一次 可是 我们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只是因为 时光啊 永远不可能倒流 只是关于最初那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而激情想要说的是 那些最初的模样 只是过去的某一刻而已 前几天 有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他爱的那个人 要结婚了 新郎不是他 他问我一个问题说 你说为什么 我们回不到最初那样呢 这本来像演电视剧一样的剧情 原来挺新鲜的 但是现在听起来 原来挺新鲜的 但是现在听起来 因为在我们生活里 真正和初恋结婚的人 从来都不多 我们的人生啊 多少总是有遗憾的 有些爱过 却又消失的情人 其实我们明明知道 人生就是一条 不会倒流的河 我们不管有多少不情愿 也还是要随着波浪 到未知的世界 我们是很留恋过去 但其实过去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我的朋友说 我们都不可能 回到最初那样 即使我们回去 还是一样会错过的 因为每一个阶段 就是会有那个阶段 会发生的事 因为你不确定啊 你不确定另一个人 是否也那么想要 和你一起回去 他说的没有错 人呢 一定要往前看 不要过分地留恋 过去的美好 因为过去 只能够停在那里 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啊 可能和原本的样子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人生最美的 莫过于初见 初见的美好 最是让人沉醉 但是接触下来的了解 却让最初的美好 全都消失了 留下来的 就是彼此对彼此的不宽容 最后 闹得不可开交 但即使这样 分开以后 又还是想要回到最初那样 不管在这个过程里 被伤得有多深 人呢 总是这样的 就是彼此的不宽容